马齿菜 它有着很多的叫法 在路边草地里经常能看到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普通的野草而已 但对于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我来说 隐约还记得小时候 曾经吃过 只是早就忘记了它的味道 小样里也没少长 于是就想回忆一下 这曾经儿时的味道 将洗干净的马齿菜 再放入开水中超烫 放点盐去除些异味 大概烫个两分钟就可以 然后放入冷水中 自身马齿菜的汁液是比较粘稠的 都用挤的太干 保留一部分汁液 凉拌是最简单的吃法 切点姜末 几点蒜泥 放点盐和糖 倒点香醋 最后放点芝麻酱和香油就可以了 拌匀后装盘就是一道美味爽口 又充满新奇味道的凉菜 本是路边不起眼的野菜 但更是一道让很多人遗忘的美味 让你体会不一样的口感味道舒坦 说 ware 冷 咖喽 用 滚 这